那像4回圈的一些部分 這邊有一些簡單的範例 各位可以自己去練習一下 比如說這邊有個simple 他會問這個幾個問題 比如像那個4 然後這個這個式子裡面 總共跑了幾次回圈 其實關鍵應該是在哪裡呢 這應該關鍵在那個 就是第一個你的初值 你的初值對不對 初值是從1開始 然後他的條件是 到等於100 因為他沒有個等於 所以1到100 總共執行幾次呢 100次嘛 ok 那如果這邊改為0的話呢 101 因為他加加嘛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i等於 j等於1 然後呢 這應該幾次 99次嘛 那沒問題 那這執行幾次 關鍵在這裡 關鍵在這裡 這個 間隔2嘛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50次對不對 13579到99 應該有概念 所以如果等一下我們要印出那個激數的話很簡單嘛 激數部分就是 初值是1嘛 然後中間間隔2 那就13579到99了 那如果你要偶數的話 j等於如果2開始了2嘛對不對 那你就把1改2就好了 就24680 因為他間隔啊 間隔2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透過什麼呢 透過這三者去做變化 初值跟你自己的步進 步進多少 你也可以就這個地方去做一個動態的調整 所以基數部分的話 1然後後面是加等於 偶數的話是2 也是加等於 加等於2就可以了 那這邊的話 總共執行幾次呢 乘喔 乘等於喔 所以每2就是 2的倍數 等於是2的 應該是平方 平方 因為一直乘乘乘 128嘛 如果是128的話 這2的幾次方 所以會執行到128跳離 所以應該幾次呢 7次 總共7次嘛 2 4 8 16 64 32 64 128 所以總共7次 OK 大概是這樣的觀念啦 所以各位要對這個要很熟悉 如果你對這個觀念不熟悉的話 你的回圈喔 應該都會跑得很不順利 很多人我發現喔 寫程式 最卡最多的就是回圈部分 而且很多人喔 其實每一期的學圈都差不多 就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你們的時速其實基本上不像學校 這麼長時間的養成 因為在很短的時間把所有東西 通通都學會基本上不太容易啦 但是你們要在短時間裡面最後還是要交一些專題出來 所以同學最後都會在Google去Copy貼上 貼上之後再來跑 結果發現喔 很多會跑不太順利就是卡在回圈這地方 就不知道怎麼修改了 所以如果你即便你要拿人家東西來 你觀念清楚你怎麼改都對 但是你們觀念不清楚的話 你怎麼改都改不出來 所以就是說即便像台灣因為市場太小了嘛 你說你什麼都要重新寫 有時候其實還是太花時間 有時候會拿別人的東西來改一改 但是基本上喔 我看有些人會改的不適合那麼好 是因為這些觀念都不清楚 所以怎麼改都改不出來 所以市北強在這個地方很重要 再來的話還有所謂的潮狀結構 就是在回圈裡面又分成外的回圈跟內部回圈 也就是說呢我們可以在先跑一個外回圈 再跑一個內回圈 內回圈跑完之後再跳回去 再又跑外回圈 外圈再跑內回圈 應該如果你們有寫過其他語言的話 應該都知道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呢假設說 我今天呢希望跑出一個這個這個這個各位可以自己 我也舉一個例子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要跑出一個實際的例子 這個也是一個考題 如果我今天要跑出這樣的結果出來 這什麼 對就是神馬表 你就必須要透過什麼 一個外回圈加上一個內回圈 然後呢你要去思考說 我今天要印出這一行的時候 那就要怎麼樣呢 這個地方先有一個1乘上1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前面的部分呢 就是都一樣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的外回圈的部分 好 所以你會發現外回圈 那裡面的部分就是1 2 3到9 1 2 3到9 這個是內回圈的部分 那後面的話就是兩個相乘 I乘上J的結果 印出 那中間的話你可以中間加上什麼 加上TAB 然後最後再加個換行 這部分呢就可以把這個 就是外回圈跑出來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槽狀回圈的部分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其實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 宣告一個I跟J 然後呢 外回圈我是I 內回圈我是J 那最後這個中間其實只是什麼 把它輸出 我用print 為什麼 因為我用print line 就變成一直接下去 那print的話 就是只是輸出 最後再加一個什麼 最後再加一個print line 就是讓它換行 這個部分只是換行 或者你可以輸出一個斜線N也可以 那用print line會比較簡單 就是你這個內回圈跑完之後對不對 那最後是不是要加一個換行 就是在這個地方加一個換行 那換行之後再跑回去之後 再繼續下一行 有沒有 下一行 那因為I本來是1嘛 對 前面部分是1 那在下一行變2嘛 所以再... 然後最後再換行 一直到9 好 所以你看 沒有幾行乘4 但是其實跑出來 就很... 就是我沒到的結果 就... 就... 這個就是所謂的 就是朝狀回去 那這一題是還蠻經典的 因為 無論你是在任何語言都會考到這個部分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等一下有時間可以試試看 那這我等一下也會提供給各位sauce 你們再思考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還有所謂的那個 這個基數我想各位等一下再練習一下 主要在這個起始詞 跟這個加2 比如說我要基數的部分的話 另外就是continue跟break 怎麼去做 比如說我今天我假設 再先講一下那個所謂的break break部分 break部分的話呢 其實break用法 最特別就是說 它是直接怎麼樣 就把你的... 如果你看這個在我們程式裡面有break的話 它就整個就跳離回圈了 就不跑了 如果看到這個break的話 等於就把這個回圈終止掉 那原來我的回圈會終止 基本上會看哪裡呢 看這個條件 對不對 因為如果這個條件怎麼樣呢 為force的話 才會跳離回圈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 假如說這樣 假設我今天是... 這個值是到200 可是我不要跑到200 我跑到99 我就想要停掉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個回圈裡面加上一個判斷 如果呢 當I等於呢 它大於99的話 那我就拿break break之後的話呢 它就把回圈給停掉了 它就不會... 應該理論上會... 跑到200 可是它就怎麼樣 到99就跳離 所以... 關鍵就在這裡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回圈 也許你會跑到很大的值 可是呢 也許某個條件發生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中斷的話 那你就可以再... 在這個回圈裡面呢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這個敘述 加一個這個條件的判斷 就是如果 當I大於99的話 就跳離 所以我們直接執行起來 各位可以看到 理論上它應該要到200 可是... 它到99就跳離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把這三行註解掉的話 那理論上它跑到200的話 應該加總是2萬多啦 可是如果加上這三行的話 有沒有 加上這三行 Ctrl... 剛剛有人來問 加註解很簡單 就是Ctrl加斜線 Ctrl加斜線 一個加一個減 因為你那邊註解還非常容易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把這個敘述呢 這地方加上去的話 它就只會怎麼樣 到99就跳離了 這個是Break的敘述 我想這裡的話 各位可以試試看 把剛剛的 奇數、偶數跟Break 稍微練習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還有那個99乘法表 那個潮狀的部分 那等一下 我也會把那個畫面 提供給各位 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那盡量不要看答案 自己可以把那個99乘法表 做出來 當然你這個 FOR迴圈的話 當然就沒有問題 那麼 чис氣 謝謝